推后场 犯网失误了呀 陈宇飞输了 陈宇飞罕见被打崩了 这是2022马来西亚大师赛女当决赛 陈宇飞和天才少女安喜盈之间的对决 在此前的半决赛中 陈宇飞虽然淘汰了戴志颖 不过赢得并不轻松 第二局还险些被大逆转 此方面对安喜盈 陈宇飞更是罕见出现了疲软的状态 他全程如同梦游疯狂失误 遭到了对手的血洗 下面就一起来回顾下这场比赛吧 第一局上半段 陈宇飞就以5比12落后 安喜盈这球有点急了 颜色地面 从这个回合来看 陈宇飞的防守的确是密不透风 只可惜最后的强攻下网了 精准的披杀 安喜赢的打法相当有针对性 对球弱点的判断也十分精准 ショー 其实陈宇飞本局后判断的表现还是很不错的 只可惜最后两次判断失误实在太致命 这次判断失误实在太致命中 随着陈宇飞推后场再次失误 他输掉了手局 这次判断失误实在太致命中 进入第二局本以为陈宇飞会强势反扑 没想到他开局就被打崩了 安喜赢这位小姑娘打球实在太有灵性了 陈宇飞看起来十分疲惫 跑动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飞扑就球 好在没有受伤 安喜赢 安喜赢简直是越打越轻松重荣 反光陈宇飞 反光陈宇飞则累得满头大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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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球 安喜赢在如此被动的情况下都得分了 简直是把陈宇飞的信心完全击垮 11比1 11比1 安喜赢带着巨大的优势进入下半段 大比分落后的陈宇飞虽然打了几个好球 不过分差却没有缩小的趋势 回头 陈宇飞已经完全跑不动了 失誤 打到这会 陈宇飞的斗志已经完全丧失 难以想象 一向以任性著称的他 这场比赛居然会一泻千里 最终陈宇飞当局罕见 仅仅拿到五分 遭遇了一场血洗 此一 说是陈宇飞生涯输得最长的一场决赛 都不为过 数月来连日增长的他 确实已经疲惫不堪 需要好好休息一段时间了